一个人到底什么感觉 心情压抑或是要给他打气 你都可以 提神的方式都这么高级 那我去喝一杯吧 求我 请 你和你老公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俩分居了 你先回来 谁去我的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 新居 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秘制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欢迎收看全球大事业 我是林家元 全球还动起来 我们点点名好吗 告诉我您在哪一城市 一起来自行平收看 全球大事业开会员了 谢谢大家被靠杯支持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终于是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一起來中百万订阅 首先热烈欢迎赖月千赖老师 参与讨论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就一起来看看 中美的博弈 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底气 而且全世界的领导人 都想要访问中国大陆 先来看到中国大陆制造业的 你看占GDP 2022年是27.7% 但是已经连续13年都是 世界第一名的制造业 大概是30%左右 连续13年都是首位的 好 美国智库 传统基金会说什么呢 说要怎么样 美中之间打响新一轮冷战 你真的打得下去吗 你可以跟他脱钩吗 然后他说美国要动员 全世界的力量 全社会力量去迎战中国威胁 说大陆在印太霸凌邻国 中国大陆不是竞争者 而是敌人 针对中国计划要怎么样 去中国化 科技封锁 联合欧洲返华 然后转手为攻 他哪有手 他一直都攻吧 另外老师你怎么看 好多国家元首接着返华 李显龙 马来西亚 安华 还有西班牙首相桑茄师 最新的来看到 就是日本外务省有公布 包括了林芳正外长 4月1号到2号访华 来看一下下一张 因为中国大陆 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针对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外交部毛铃也宣布 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秦昂邀请 日本外相林芳正 4月1号到2号访问中国大陆 中国对日本一直有诚意 因为中国认为日本是邻居 搬不走 搬不走 也希望把邻居的关系搞好 那当然这个也要看日本 到底真的想不想 搞好跟中国的关系 可是日本擅长搞两名人 他一方面跟你来往 然后二方面他又背后 一直不停的对你下毒手 那这样的一个邻居 你要怎么去处理他 这个需要智慧 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来讲 在这个部分的智慧是够的 为什么 因为日本现在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了 不管是总体国力 不管是科技力 大专院校的水平 或者是军事力量等等 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日本要搞小手 坦白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它充其量就是当美国人的传声筒 或是当美国人的旁边的 摇旗呐喊的助手 不过只要有可能 把日本争取过来 我想中国大陆在这部分的耐心 应该是够的 但是只要日本做出 对中国大陆不礼貌 不友善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中国一方面邀请你来 北京访问 二方面也会给你施加压力 所以两手是不会软的 不会软的 因为中国大陆它其实 也是看在眼底 日本你怎么做 有没有小心思 当然都有准备 的确是如此 因为蓝老师刚才说 日本常常玩两面手法 的确是如此 林芳正访华这么重要事情 然后日本又宣布什么 要限制23种半导体的 制造设备出口 尽管没有说中国大陆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来的 针对日本相关的限制 是不是要针对中国大陆 大陆外交部也有最新说法 我们先来听听看 全球芯片产业链 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 共同作用的 将经贸和科技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人为破坏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这种行为只会损人 害己 好 赖好心 你怎么看 一边想要跟人家谈 然后一边又给你搞这个 我觉得日本是这样子 他不只是自己设限 他也要求美国要给荷兰 施加压力 也要荷兰对于中国大陆设限 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的源头不是来自于 日本自己主动 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美国的要求 也就是说半导体的这些设备 这个禁止卖到中国大陆的源头 是美国 美国自己本身的半导体的设备 并不多 但是它却掌有这些半导体的 这些研究的时候的一些 主要的关键技术 因此美国就要求日本跟荷兰 不能把半导体的设备 卖给中国大陆 日本它本来在半导体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光科技这个部分 原本日本是超越荷兰 S-MOR的 对 但是由于日本自己本身 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所以给S-MOR超越了 而S-MOR占世界的份额 大概80% 日本只占20% 对日本来说的话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限制 也就是让S-MOR的 这些半导体的设备 不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 这个对S-MOR的业务 会造成重大的打击 因为S-MOR至少 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设备 是卖到中国大陆 那你想S-MOR它每一年 如果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到三十的营业额 这个企业的规模自然会缩小 它的研发经费自然会缩小 这样的情况 就会创造给日本一个契机 也就是说它因为一个地方 S-MOR这么大 日本的比较小 日本是就是东京 东京店 它本身比较小 然后S-MOR这么大 然后S-MOR被射线的时候 对日本来讲射线 那影响就一点点 而S-MOR影响就很大 这样的情形 日本就有可能击败 或者是赶上S-MOR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它是玩两手 它就是说想借由美国的力量 去把S-MOR把它打败 然后让日本在光刻机这个部分 半导体的设备这个部分 日本在未来可以抢占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也看到 日本同时它配合美国 做这个动作 不过我个人导致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来我还是跟你谈 像上次不是荷兰的外相 兼他的副财长 然后他也 中国也跟他谈 说是半导体的问题 那荷兰回去以后还是宣布 要对于半导体的设备 对中国大陆设限 但是问题就在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执行 说什么夏天之前 还没有真正执行 不过中国也同时 跟埃斯莫尔的负责人 在这次博欧论坛的时候 也跟他们谈到说 你自己本事要想清楚 你做一个企业 你如果没有中国的市场 对你不见得是有利 你要给你们政府 施加压力等等 好 同样的道理各位想想 中国大陆也一定会跟林芳正讲 不可以做这件事 可是如果今天 中国大陆表达态度了 林芳正回去了 而他所宣布的 还是继续做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保证 中国不会对日本的企业 尤其是在关键的 这些产品中 也禁止出口给日本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造成 日本在某一些领域的重创 例如说可能某一些稀土的元素 原料可能就不能够再卖给日本 这样的话对日本 也可能会造成某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日本自己要想清楚 但是总是邀请你来 我才有办法给你施调压力 的确是如此 尤其是美国不断的拉着 日本组印太框架 跨的等等 但是中国大陆邀灵方阵来 这也是列解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重点是如此 美国拉着日本 日本要怎么做 中国大陆也看在眼底 因为最近美国跟日本 又在南海搞了 相关的军事演习 美国更不用说 3月23号跟24号 连续两天 美国米粒24号的导弹驱逐舰 就来到了西沙领海这个地方 12领海12这个地方 去怎样 去窥探别人吗 你看被人家驱逐了 这是美国的做法 接着他又跟日本怎么样 跑到了南海去进行演习 包括日本的 这个乌山号驱逐舰 刚刚那一艘的 米粒24号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中云号导弹驱逐舰 这三艘跟日本自卫队等等的 进行高强度的军事演习 在南海 但是赖老师 中国大陆也亮剑 来看到日本的这一个 不愧是最佳的专属摄影师 告诉大家说 中国大陆这几艘军舰 也是怎么样 到日本海去进行相关的活动了 有哪几艘 这三艘动物型万顿的大驱 你看安山舰 还有052D的导弹驱逐舰 以及903A的综合补给舰 太湖舰 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您只要看到太湖号 就是补给舰 您就可以知道 这是中国大陆要进行 在海上训练演习的时间 要拉得很长了 至少要一个月以上 所以这些大驱出去的时候 这次穿越对马海峡 主要的就是应对 美国跟韩国 日本等 在日本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 尤其是美国的航母 都靠近到这个地方 来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时候 中国也把他的导弹驱逐舰 也都拉在这个同样的海域 这个部分里面也就是说 拿美日韩的这些军舰演习 作为一种模拟的演习对象 中国的情报船也过去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美国在军演的期间 会有大量的这些情报参数 雷达或是射空系统 都会释放出来 中国大陆情报船 过去已经开始在大量的 收集相关的这些情报 第二个就是这些055 052的主力战舰 到了这个海域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针对于美日韩的军演 那么进行一个操演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牵制美日韩 因为当中国的军舰到了以后 美日韩他就也怕 他的这个战术战略 被中国大陆所窥探 因此他在很多的演练科目中 他可能就会做调整 这也就牵制了他的演习的范围 跟演习的一些周边的活动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让日本 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的导断驱逐舰 在日本的全境中进行定期的巡逻 这以后会是一个常态 以后会是常态 意思就是什么 你不要跟我天天来挑事 在南海这个地方相关巡逻 告诉你055 他不是宅男 他是万顿骑的 有100多具锤子发射器 是112锤发 冷热的发射器 所以他是非常强的 你看在南海这个地方 他也许你看廖老师说的 他不会只是在家里而已 他会出去的 好 另外再来看到 最近非常多的领导人 都要访问中国大陆 像是李显龙 安华 桑切斯 还有林芳正之外 还有来包括是马克宏 4月4号访问中国大陆 而且他也邀请了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要来之前还说 要对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跟政策 但是他也提到说 欧洲不能跟中国大陆脱钩 还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 4月中旬也要访问北京 但是德国有一个中国战略 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整 尤其是德国各部会的文字措辞 说比去年还更加温和了 说把中国大陆续为伙伴 竞争者还有体制对手的部分 这是不变的 另外还有4月11号就是鲁拉 确定要访问大陆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看 第一个是亚洲这些国家 亚洲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去年 在巴厘岛跟印尼的会谈 而且很成功 接着到了泰国去 好 您看在这一次中 有这么多的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这些亚洲的国家 都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缅甸跟中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 柬埔赛跟老挝的关系 那不用说了 因为柬埔赛前段时间 才刚刚举行军演 然后泰国他的副总理都到 这个机场去迎接了 机场去迎接中国的旅客来 对 林芳正也都跑去北京 要访问了明天 各位 这些动作难道不是打脸的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 说中国霸凌他的周边国家吗 对 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传统基金会他说什么 说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 霸凌邻国 对 中国霸凌邻国 而这些邻国的领导人 都很开心的到北京 然后每个人都有 要不就是建高铁 要不就有更多的工业园区 例如说跟新加坡的工业园区 从苏州工业园区 天津的生态园区 重庆 广西的经济带 然后还有新的合作计划要展开 马来西亚高铁这些 马来西亚高铁 泰国的观光旅客 都好开心 这一些都给当地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而且双方的经济 都有一起成长 再强调双方的经济 包括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思 到中国大陆都好开心 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国事访问 然后带了满满的订单都回来 这个叫做霸凌 美国的智库 他们颠倒历史是非黑白的功力 实在是太低级了 因为你霸凌 霸凌哪一国 您告诉我霸凌哪一国 怎么关系越来越好 怎么关系越来越好 这个是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导致美国常霸凌中南美洲一些国家 美国来的时候他们说 我不想跟你 你看贺锦丽到非洲去 然后又要霸凌中国的时候 又要讲中国的坏话以后 您看那个非洲的国家元首就说 那个加纳说中国不是威胁 中国 你美国感觉到不舒服 我开心得很 我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 你不要扯 我扯在里面 您看看这就是美国的智库 说谎专家 欧洲的国家 西班牙因为是欧盟的 下半年的伦子主席 其实他就是要改变 欧洲对中国的一个文件 也就是欧盟 他们有通过一个中国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在川普时代 一直到拜登对中国极不友善 把中国视为对手 视为系统性的敌人 现在的情况是欧盟 已经感觉到他们错了 他们被美国人胁迫 美国是真正霸凌别人的人 他们被美国人胁迫 现在他们想要改变 坦白说 德国的外交部部长不容易 对 他好反中的 这个反中的鹰派 竟然还会悄悄的 调整了他的态度不容易 还有一个范德莱恩 冯德莱恩真的超清美的 冯德莱恩是拿两本护照的 他是一个美国人的 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人派在欧盟里面 看住美国人利益的 而且是执行美国政策的 冯德莱恩 他竟然也会悄悄的 改变他的口风 还有欧盟的一个外交部部长 也会悄悄的 改变他的外交口风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 欧洲人 白人 白人就是一张嘴 那张嘴今天可以把你说成是坏蛋 明天跟你说他不是那么坏了 后天跟你说我们还是需要他 再大后天跟你说 我们不能跟他锻炼 再大到后天跟你说 他不是我们的系统性敌人 全部都是他那张嘴 的确 因为赖老师 是留学法国的 对欧洲这一块体系 跟政治制度真的非常了解 其实桑切斯 他最近访问大陆的时候 他第一个见的是谁 是李强 这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另外还有4月11号 魯拉要访问中国大陆 魯拉那个时候说带了240人的 参访团非常大 所以在南美洲的这一块 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 对魯拉来讲他一定很懊恼 就是说怎么这个流感 来的不是时候 但是你看他马上说 我马上补上去 4月11号刚刚康复 他等于刚康复就急着要来 对 而且他年龄也不轻了 因为他知道跟中国的合作 在过去他任期的两任10年间 他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是非常愉快的经验 而且也给巴西带来 很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对于他来说 他说我们已经苦了半年了 被前任的总统乱枕 乱枕乱搞 搞了5年巴西人苦不开眼 现在巴西人他们要 赶快恢复正常 所以他们要恢复跟中国的 整个经济的往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 为什么呢 因为巴西它是大宗物资的 一个出口国 而且它航太工业能力也很强 各位你想 它大宗物资的出口国 不管是牛肉 大豆等 这些农林产品 还有石油 天然气等等 他主张的是要用人民币来交易 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我觉得这个让巴西 不要再受美国人的 美元的动荡不安 所造成的损害 这个对巴西也好 对中国也好 对世界也好 都会有贡献的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特别留意到在哪里 就是说航太工业 因为中国大陆的C919 准备要量产了 如果巴西也能够争取到 更多的零料件的订单 这个对巴西的高科技的产业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C919据说你已经可以去订了 只是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飞 也许下一次赖老师去上海的时候 从上海去别的地方的时候 就可以搭C919 我觉得一定录影拍照 我跟你讲 如果我去了 我也一定要拍照 然后还要录影 还要直播好吗 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不同的 波音 08跟C919的感受 野餐店 可折叠好收纳 野餐露营超好用 还有旺旺关系企业太阳星 保健商品限量优惠 买越多 送越多 严谨上网搜寻 快点购 好 中国大陆现在是越来越强大 但是美国这个老大地位不保 真的好紧张 但是不断散播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吗 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参谋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她说大陆走在一条 令人不安的道路上 到本世纪中的时候 中国大陆军事就会超越美国 这是很快 他不是说只是家门口 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军事会超越美国 这是吹捧沙吗 另外再来看到说大陆有三个麻烦 第一个是洲际弹道导弹 北京很强 很有杀伤性 还有数百个新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机 中国的核能力 已经有很大的核能力 可以达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中俄一的军事威胁 包括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联盟不断的加强 人家没有所谓的联盟 另外还说中俄拥有核武的大国 再加上伊朗的话 就会是美国的难题 这个时候挪威人民援助的 这个最新报告也说 2023年有9576颗可动用核弹头 然后还说什么 都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所增加的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都是因为增加了大概100多颗 然后100多颗都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但是你美国自己核弹头更多好吗 而且美国还在怎么样 在很多北约国家都在放置 战术性核武 比利时 德国 意大利 荷兰跟土耳其 不都放了大概这些 100多枚的战术核武 所以讲这个中国威胁论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所以对于这种评论就吃之以鼻 但是我对于米利 我倒是要说两句话 就是米利你不用不安 你美国只要不要去欺负别的小国 那么你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欺负别的小国 现在中国可不会答应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来自于 如果你想再复制 当初你带领英国法国去侵略利比亚 然后造成中国三万五千多个公民 工程师紧急的撤侨 中国的利益 海外的利益大受损失 这个情况不会再让它发生 所以你只要你美国 不去欺负外国人 不去欺负小国 不去伤害中国的利益 那您就不用不安 但是您今天为什么会不安呢 就是因为您内心里面 还是打算想要去欺负外国人 例如说您2003年的时候 美国人是怎么去欺负伊拉克人的 怎么去把海山抓了以后 把他绞死 然后把他的四块油田 这四块油田其中有一块 是承租给中国的 你怎么把中国从手中抢走 米粒不用不安 你们只要不要再去欺负别人 侵略别人 掠夺别人 不要去伤害到中国在海外的利益 您就很安全 不用不安 不过您如果真的又要 伤害中国在海外的利益 您就真的要不安了 因为未来中国的军力 绝对是美国的好几倍 的确现在中国大陆崛起了 然后你欺负中国大陆的话 但是大陆也是会反击的 但尽管说这个核能力 中国大陆的确有 但是他也说 他不会是主动攻击别人 一定是被动式的攻击 还有来看到是说 刚刚赖老师讲的那一块 好像会抢别人的东西 那怎么跟Ttok也有点像 逼得Ttok也要卖给美国人 不是强取豪躲吗 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就不受你挑拨 所以来看到 国防部的发言人 谭克菲就说 中国大陆军队愿意跟俄军 加强各项的军事的交流合作 深化军事互信 这很多都是安全协访的 相关任务 然后他也提到15号到19号 中俄一不是有安全纽带的演习吗 就是按照相关的一个步骤在做 举行和平的相关的演习 好 另外再看到 重返了海拳大国 一定要提到一个 打造驱逐舰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洞55 但是有更强的洞55A 洞55A来排悬量1.5万对 安装全球第一门的实战化电磁炮 优化全舰隐身能力 升级相关的作战的指挥系统 而且大陆军事增加 陈光文也说 055A就是一个典型的导弹巡洋舰 这个所谓的电磁炮 美国恐怕也拦不住 电磁炮的相关来看到 美国CNBC也说 每秒来到2.57公里的速度 击中198公里之外的目标 并且在2017年12月 已经正式安装上舰了 现在刚刚说的是 05A也装上去 电磁炮的一个原理设计 就是用高速度去撞击 那高速度由于速度 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会进行穿越 穿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如果说对飞机来说 假设你今天一个飞行器 我电磁炮去打击你 因为我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可以穿越你 那就跟炮弹的性能是很像了 另外我对于拦截的问题 你导弹过来的话 我用电磁炮去拦截的时候 我一样我可以撞击你 撞击你的时候 可以造成你的导弹的偏离 或者是本身被撞击到 或者被穿越的时候 在空中产生爆炸 那由于它本身 不是填充火药的 它是透过电磁炮的推力 瞬间的推上去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非常的低 很低廉了 价格低廉 对不起 对 因为你看原本传统来讲的话 你要装填弹药 装填弹药 你还会有发射的一个相关问题 然后这个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电磁的一个方式 是 它可以用一些铁块 那么去作为它的推进器 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美国真的有可能会 攔不住这种东西吗 那个不容易攔 没办法 攔的也没意义 然后它又很便宜 它可能你攔不住也不用去攔 然后但是你可能就受到它伤害了 它打无人机 打飞行器 那个都是很有用 打船舰 或是打导弹都是很有用 尤其它很便宜 再强调 很便宜 速度很快 很便宜 速度又快 但是性价比非常高 我们再看到下一张 讲到说中国大陆的确是有一些 重返了武器的一个大国 重返了海权大国 你美国的确也需要跟 中国大陆管控分歧 所以来看到习近平最近 有没有可能跟拜登来通电话 美国拜登总统好希望 跟习主席来通电话 但是白宫说目前尚未安排 是中国大陆还没答应吧 最近美国好多人真的也想访华 叶伦跟雷蒙多也想访华 然后华自强说 来看到美国副助期 也访问中国大陆上海 香港 北京 也要替布林肯来铺路 但是来看到就是因为拜登政府 想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些沟通 然后蔡英文是不是就被卖掉了吗 3月29号 蔡英文她过境 第一个公开行程的桥宴 出席者竟然只有新泽西州的州长 莫菲夫妇 莫菲 但是前一天的时候 总统府这边的副秘书长张敦涵还说 我们这个桥宴应该会蛮精彩丰富的 结果搞了半天是一个 新泽西州的州长 然后当地的地主的这些 民主党的要角你看 民主党纽约州长霍楚没来 民主党纽约市长亚当斯没来 民主党纽约州的国会议员 通通没来 会不会是 3月24号的时候 彭博社说苏立文 其实悄悄的跟王毅秘密通上电话 所以这个关键电话 也是让蔡英文怎么样 美国也不会给你 拜登政府不会有些官员跟你见面 因为来看到白宫发言人科比就说 白宫我们这边政府官员 没有计划要跟蔡英文见面 我先看一下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的事 我想观众朋友内心里面应该 跟我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想法 就干嘛要通 通了干嘛呢 对啊 吵架 就是一在哪里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拜登他的团队 已经从上任到现在 都是言而无信 而且是言行不一 那说一套又做一套 一而再再而三 坦白说大国的领袖是忙得要命 尤其是您看中国大陆从二次 从二会以后 两会之后 您看大陆的习近平的出发 接纳外宾 一波接了一波没有停止 都很重要 对 而且都很重要 然后都有一堆的合作计划 一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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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合作计划 最后都要去落实 都要去执行 所以每个部门的人都要去盯着 就是说我跟巴西的合作要怎么做 我跟沙热地阿拉伯的合作 所以你看不管是外交部也好 经济部也好 商务部也好 中国大陆的每个部会里面 真的是忙得人仰马翻 为什么 因为有这么多的合作计划 都在推动 好 请问一下 我忙得要死 然后你又要跟我通电话 可是你又打算言行不一 那我跟你通电话干什么 就坦白说这个话 真的是没有必要再通了 所以我觉得拜登一直说 我想跟你讲话 我想跟你讲话 可是说实在话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话 这是第一个 除非你美国真的是要解决问题 好 第二个你说雷明多 或者是叶伦想到中国大陆去 去干什么 要跟你吵架吗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叶伦是要到中国大陆来 说你不要再卖掉公债了 对 那问题就我为什么不卖 国家利益 对不对 然后你不要把美元抛掉 去买黄金 我为什么不买黄金 为什么不买 你美元就失去信赖了 你的关税要不要取消 你先取消关税以后 我们从零开始来对谈 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同样你商务部 你又给我进这个进这个 进这个企业进那个企业 然后卡这个卡那个 然后半导体什么的卡来卡去 那你来找我谈什么呢 你都把这些都取消 你来从我们大家从平等的地位 来开始谈可以 所以你如果都没有取消之前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同样的道理 你想蔡英文过境美国 过境美国难道不是美国人 在打台湾牌吗 你要打台湾牌 你要付出代价 你别想打台湾牌 来跟我换交换利益 你是买空卖空 因为台湾跟大陆 我们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跟你美国无关 你美国以为你打台湾牌 我就要让出利益给你 想得美了 没这回事的情形下的话 你打台湾牌 你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主要是要告诉美国人 而且告诉全世界人 谁打台湾牌 谁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个是我 如果是大陆的领导人 当然我不是了 我的态度一定是 谁打台湾牌 谁付出代价 你如果不打台湾牌 我们正常的来往 我们寻找我们双方 最互惠的方式来合作 但是你只要起心动念 想要打台湾牌 想说用台湾牌来威胁我 勒索我 我告诉你 你要付出代价 那老师这一次你看 拜登这边的相关的官员 现在看起来是真的 没有给蔡英文 有多大的fabric 而且重点是来看到 因为这一趟就是没有所谓的 民主党的官员跟他见面 因为蔡英文就变得 好像只能跟共和党的鹰派 来会晤 搞了半天 最后一刻的时候 蔡英文这边会不会也自我限说 比如说来看到 川普时代的国务卿蓬佩奥 在最后一刻 其实原本大家以为说 他们会见面 最后一刻是没有相关的会面的 然后台湾这边说 因为相关智库安排 所以他就没有跟蓬佩奥 进行相关的会面 所以我想问一下 赖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 本来要跟他有一些会晤 有一些谈亂 大家都在讲说蓬佩奥 最后又没见面 然后但是他回程的时候 4月5号的时候 预计还要跟什么麦卡锡 跟盖拉格 他是共和党议员 而且是中国事务的 相关的一个领导人 这也都是非常鹰派的 我觉得大陆现在要对于美国 不管他是企业 或者是个人 就是政治的领袖个人 或者是一些州长政客 只要想打台湾牌的 想玩台湾牌的 我觉得现在大陆都要让他们 付出代价来 如果你这个州 想打台湾牌 对我中国大陆威胁勒索的话 这个州 中国大陆的各省 跟他的合作 我觉得就把他摆在那个地方 就停摆 如果是个人要打台湾牌 来向中国大陆威胁勒索 我觉得比照办理 也就是比照对庞贝奥办理 你看一下庞贝奥很惨 为什么很惨 因为美国的500大企业 不敢聘他 美国大规模的智库 不敢聘他 为什么 只要聘他 他们跟中国大陆的交流 就全部中断 那你只要你大学也好 你智库也好 聘他 你们跟中国大陆的大学 或是智库 或是政府机构的合作 那就中断 那就全部停止 因为我又不在乎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说 谁想打台湾牌 谁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要用这个方法才有效 尤其是针对于个人 针对某个企业 或是针对某个州 哪个州想打台湾牌 那个州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可能就停不停了 看看你还能不能连任 我觉得这样子 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让世界各国都死了心 说我不会再打台湾牌了 我们就正常的来往 我觉得这样的情形下 两岸的问题是会比较好处理 的确 对 这一次来看到 蔡英文有一个很好的对照组 就是马英九了 来看到马英九最近 来到了中国大陆访问 然后其实他也跟 国台办主任宋涛进行了会晤 然后马英九也说 希望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 表示感谢 然后也说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共同振兴中华 而且还说两岸一定要谈 透过谈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为两岸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顾问 在他论内 与大陆领导 在坚持有恶分实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了两岸领导的历史性的会议 立在两岸 公在平足 我们充分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岸同胞加轻 中心希望 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共同开创 中华民族 人产主义 我们是一家国 我们有共同的血缘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愿景 这些共同连接 构建我们两岸同胞的精神家园 我们中华文化享受顺忠推远 我想各位 各位能够理解 我叫两岸分享及传承 共同的血缘 语文 历史与文化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延黄之声 更重要的是 在我任内 两岸拥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就二共识 能够实现三冲直行 两岸交流畅通 也让两岸人民同时受惠 我坚定地认为 两岸的主事者共同的责任 凡是有利于两岸人民福利的事情 都要去做 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和缓 机会的事情都要争取 两岸一定要维持交流 共同合作 尽一切能力免通促竞争 智力振兴中华 才能让彼此 有更安全 更美好的未来 老师你怎么看 马英九说一定要谈 而且其实他们很高规格 他们一起搭高铁 我觉得宋涛这一次来陪马英九 也带了习近平的口信 其实这是代表 中国大陆的最高层 对于马英九的民族情怀的 一个肯定 我个人是认为 大陆的一些网友 一直不停的攻击批评马英九 在他任内的一些事情 其实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为凡事要看更大的格局 马英九在民族情怀这个部分 他从来没有含糊 他在整个中国的主权的完整 包括钓鱼岛 太平岛 九段线 他从来不含糊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应该要肯定 而他现在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 台独在台湾这么嚣张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说 两岸的中国人都要一起 共同的振兴中华 这个是勇气 对的确因为在台湾 他也饱受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所以可以看到 为了两岸的和平稳定 来做出贡献就值得给掌声 好我们广告回来 继续来说 我应该会选赖青德 对 本身是因为家里是绿色 就是偏绿比较多 我喜欢 对对 会支持绿长 比较很高 比较容易生气 公民党有抛书要跟柯文哲来说 非绿大联盟 然后整合非绿的人 大家觉得有可能实践吗 机率不大 目前来说机率不大 我不晓得为什么 对啊 机率不大 只要是好人我都支持了 如果撇开政党不说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当总统还蛮不错的 一个医生愿意投入政治 我觉得是政党还不错 我之前是比较偏绿的 不过后来就是 后来民进党执政后 就是执政这八年来 就是还有很多政策 就是我觉得是 对民生经济上 因为我们百姓 因为像我是做生意的嘛 然后他就在于通膨的上面 就是说原物料的上涨 或者说有些政策方面来讲 就是比较对对对对 可是民众党的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他民众党的 他们党团的理念 毕竟跟国民党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如果他们自己内部有办法整得好 我觉得再去找柯文哲做整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我是比较倾向国民党 我觉得侯友宜出来 是比较打比较安全的牌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内部整得 上轮没有整得好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能 就算我们支持国民党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最后也不会选 中国大陆是和平发展 但是美国不断的抹黑 中国大陆是怎么样 强者必败 最近李强其实在对外的记者会当中 他也说中国大陆不会靠发动战争 去帮助自己振兴 这就是博士所谓强者必败 另外再来看到他对世界 这些商业家来进行招手 真的有一些回应了 比如说马斯克传出怎么样 这是路透社独家消息说 马斯克最快在4月要拜访中国大陆 计划就要跟李强大陆的总理会面 双方要规划这次行程的确定时间点 好 再来看一下下一张 说到了马斯克最近真的 有很多的精辟的言论 他说美元真的 全世界都在怎么样抛售美元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问题 怎么会这么说 是一个彭博社的财经记者 罗克迪克特这位女生说 美元正在失去储备地位了 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元曾经是国际投资者的避风港 但是现在已经去美元化 2014年出现重大转折 很多国家不希望在国际货币 跟投资当中依赖美元 所以马斯克才回复他的话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美国政策过于强硬 使得各国都想抛弃美元 美国政府开支过大 使得各国承受很大的通货膨胀 的确是如此 你看肯雅 肯雅的先例连续60天下跌 你看这是发展中国家很惨的 你看他们的币值 就不断不断的下跌 就是因为受到美元的影响 马斯克犯了一个大忌 要希望如果说能够被李强接线的话 他必须要先做很多的功课 然后由大陆那边同意了 然后同意说你对外公布 他才能够对外公布 OK 不能先喊话就对了 他先喊话的话 能不能成行 我们就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了 就不去不确定性了 不过我觉得李强的讲话 这话中有话 这个一个部分 就是回应这个所谓的强国必罢 美国逻辑就是这样 这个大国崛起以后中国必罢 那中国已经多次的说 中国不会称霸 但是看起来在这一次的 却面对全世界的商界领袖 还有各国的元首 大家都在听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讲得更明白了 也就是说中国不会走 欧美国家的老路 好 潜台词就是欧美国家的老路 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 他们的现代化 是建立在殖民 全世界的这个基础上 他们是透过殖民 掠夺很多国家人的财富 奴隶很多国家的民族 奴隶人掠夺财富 剥削 然后再透过经济的这种 潜质 控制 垄断 然后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现代化 可是中国现在的现代化 已经接近达到他的目标 而中国没有走欧美人的老路 所以欧美人自己应该要反省检讨 你们的现代化 是透过发展帝国主义 发展殖民主义 包括日本在内 而中国人的现代化 不走这条路 这个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各位观众朋友 中国式的现代化 不是建立在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要让欧美人 感觉到羞耻 的确 中国式现代化 走出不同的道路 然后中国的人民币 现在在国际当中 信心越来越够 但是相反的美元 它是非常强没有错 但是不断不断的 信心流失当中 各国都在去美元化 加速化 譬如说俄罗斯 伊朗 沙特 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 石油 也要用人民币来结算 巴西跟中国大陆 也要用本币来结算 尤其来看到是说 先讲巴西的部分 29号的时候 中国跟巴西说不用使用美元 而是可以用本币进行贸易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双边贸易来到了 1714.9亿美元 同比增长4.9% 这还在增加当中 更别说鲁拉4月11号 访问大陆之后 敲定更多FTA等等的 这个贸易额就会增加 而且使用人民币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多了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彭博社也有报道 最近来看到鲁拉访问大陆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代表团 陆陆续续也要访问大陆了 另外在博鳌论坛当天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海油跟法国的道达尔能源 其实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完成了单笔用人民币结算的进口 液化天然气 LNG的采购 然后大概是6.5万吨 这个相关油气是来自阿联酋 好 然后还有包括沙特的部分 这些大家都在去美元化 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 亚洲有亚洲版 欧洲有欧洲版 这个马歇尔计划使美国成为一个 霸权的一个重大的基础 接着我们都知道之后的森林 布列顿森林的计划 那么这个体系一旦建构以后 美国的霸权体系完成了 然后接着他再抛弃黄金跟石油挂钩 建立金本威治的情形下 在沙特阿拉伯的帮助推动下 美国霸权形成了 美国霸权形成 那他享受了很多的特权 也享受到了很多的好处 那简直是不可胜数 但是问题就是 你既然享受这么多的特权 享受这么多的好处 你应该要善尽 你的国际社会的责任 结果美国不是 美国在他的经济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善尽 国际社会的责任 他还利用他的美元霸权 然后去剥夺剥削霸凌其他的国家 变成这些弱小的国家 很多其他的国家 帮美国去偿还 美国所制造出来的债务 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金融危机 美国第一次 世界各国已经苦不堪言 现在是第二次 各国已经认识到 如果再这样下去 没完没了 他们没有未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大国 尤其是产石油的这些大国 产大宗物质的大国 他们开始在去美元化 是理性的行为 他们是非常理性的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再让美元掌握这个霸权 或者是让欧元 让日币 让英镑 他们这些G7的 这些工业化的国家 再透过他们的国际货币 然后再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 没有散尽国际社会的责任 然后伤害到他们 他们不愿意再承受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陆陆续续的 因为像东盟他们过去跟日元的挂钩 比较深 跟美元跟英镑的挂钩 跟欧元的英镑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在脱钩 然后减少对他们的依赖 扩大人民币的份额 我觉得这个都是理性的行为 这个对于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 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 千万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就继续 不能客气 因为大陆现在占比还是蛮少的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一个漫漫长路 但是这也来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美国自己美元信心崩了 而且你以前就是美元 不断的独抢 然后还有你自己很强的部分 就在打压别人 譬如说就是讲到华为的这一块 但是华为没有打倒 现在更强大了 尤其来看到任正非最近 又有个重磅消息 他再度发文说 重申华为不造车 这是微博的热搜 你看又成为话题了 他说重申不造车 有效期是大概5年左右 我想先问一下 华为不造车这件事情 问一下蓝老师 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种战略 华为不造车 所以其他的车商 相对来讲就安全 但是华为是跟汽车工业 是结合在一起的 他可以帮很多电动车 打造一个5G时代的 互联网 互联网的一个控制系统 这个部分里面会使很多的车商 他跟华为的合作对他有利 因为华为不造车 所以不会跟他是竞争者 而他如果把他的系统 跟华为整合起来的话 华为从5G到6G 那不得了 他们的汽车的竞争力 那就会更好 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是不是会更多的 跟华为合作 而华为的系统 更多的跟车商合作的话 那如果越多的车商 跟他合作 华为本身对于晶片 他本身的需求量就会越大 需求量越大的情形下 您想想看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 这些晶片的制造商 那么就会跟华为的合作更大了 而任正非看到一个更大的未来 也就是当你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都被美国人搞得紧张兮兮 破坏了全世界的 原本稳定的这种生产供应链 也就是台湾的台积电 原本占有全世界的80% 但是现在日本也要做半导体的 然后欧洲也要做 然后一堆的国家 都在做的情形下 您想想看 到时候是不是会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要不要找最大的买家 对 那任正非他需要 华为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买家 对 你看难怪他说 任正非说 全球晶片过剩时 就会有人求着我们来买晶片 这个时候任正非是不是主客一位 到底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当晶片缺得不得了的时候 是卖方市场 可是当晶片生产过剩的时候 是买方市场 我说了算 这真的是布一个很大很大的局 賴老师你看 轻轻松松一两分钟告诉大家 任正非真的很聪明 大战略 大战略 你看他这五年不造车 不是他造不出来 而是他让更多 这些造车的这些相关的单位 跟他合作 我就是跟你融在一起 然后你就很需要我的晶片 然后他晶片也会更多 更大 好 我们再来看到 是包括什么 打不倒 中国大陆华为副董事长 兼财务长孟晚舟 4月1号就会成为大陆的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在31号 她也出席了华为的年度财报的发表会 她针对这相关说法 比如说经历过美国制裁等等的 她怎么说呢 一起来听看看 那2022年对华为公司来说 我们是从应对美国的不断制裁的战时状态 逐渐转为制裁常态化 正常运营的一年 我们持续奋斗 永不言败 我相信我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光阴都不会浪费 我们不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我们向死而生 怎么能够不成人 向死而生怎么能够成人 这何等的气魄 我听了都很感动 我觉得任正非妇女 他们展现出来的 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真正的精神 就是说我尽全力去做了 我不屈服 然后我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珍惜每一个人力 我们大家努力 然后我们尽量朝我们认为 正确的方向再走 但是我们绝对不屈服 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了 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也不想去制造敌人 但是我们也不怕敌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文化最深的 文化的精髓 不屈 不恼 你想想看 我们自古以来 我们就都学会不屈 不恼 而且这个不卑不抗 我觉得我们也不骄不傲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永远立足于这个地球 这个是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生命力 今天华为我觉得 坦白说我是很尊敬这个企业 因为这个企业在美国卯足全力 用国家的整体的力量 而且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强国 这样的用国家的整个力量 而且美国还拉着他的这些伙伴国 就往死里打 就是要把华为打趴 然后用尽各种非法的这种手段 就是要把华为打趴 但是华为您看谈笑用兵 然后也没有到那种悲怅 或者是那种没有 就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谈笑用兵 您再怎么做 我们就是有一股底气 我觉得这股底气会令人尊敬的 所以我觉得华为的妇女 她们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 也是我会学习的一个典范 对 的确华为打不倒只会更强大 的确是如此 你美国不断的打压 中国大陆的晶片战 中国大陆晶片也会越来越崛起的 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什么 这一张就是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会见了ASMO的总裁温比德 然后荷兰最近这个ASMO 其实他有特别说 要向中国大陆交付 超过1000台的光刻机 意思就是你美国说 拉着荷兰打压等等 但是我ASMO还是会卖 王文涛也见了好多 高通 苹果 宝马这些 好多位的企业的高管 代表中国大陆 还是要开大门走大陆的 最近来看到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他有公布说这个重磅消息 2026年300mm晶元的产能 会提高到25% 这讲的是相关中国大陆 来到了240万片 产能是全世界第一名 你看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在12奈米这一块 在2026年说会拿到第一名 是这样子 因为荷兰再怎么样 它还是依照法律来办事 现在美国对于荷兰的打压 压力已经大到荷兰的政府 承受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法律还是归法律 所以中国大陆 对于荷兰SMO的光刻机的订单 是在荷兰的政府 在法律通过之前 所下的订单的话 那些订单都是有效的 你不能随便撕毁 也就是说你撕毁的话 你就要有赔偿 而如果SMO这个企业 他跟中国大陆签订的订单 例如说1000多台 这个光刻机 如果到说荷兰的政府 要逼着这个SMO毁约的话 荷兰政府就要赔赏 这个中国大陆下订单的损失 他要求你要赔赏 OK 所以你看他也出招了 然后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你看到 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在 你打压他的晶片 但是中国大陆在成熟的晶片制成 已经是世界第一名 被打成了这个白菜架了 你看未来2026年 竟然说12奈米的 这也会变第一名 最近你看你打压大陆 大陆现在是用力的扶植 半导体产业 比如说现在有个重磅消息说 说对于中兴华红 华为这些 入资半导体会补贴无上限 另外相反的来看到 你对中国大陆打压 日经中文网就说 因为日和限制 对大陆出口晶片设备等等 2022年第四季 对大陆半导体的设备 的确是有减少 日本减少16% 美国减少50% 荷兰减少44% 你都会伤害到自己 比如说美国设备大厂 柯林研发就说怎么样 他2023年的营业收入 就会减少20亿到25亿美元 然后东京威力科创也说 他2021年当中 其实相关的收入 也都是没有办法 卖给中国大陆 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些科技大厂 他要研发新一代的科技 他要靠的是资金 资本 如果他的营业额越来越小 他越来越没有资金资本 去投资的话 他就很难进入到下一代 这个其实美国这样做的话 也是自伤 伤了自己美国的科技大厂 也伤了日本荷兰的科技大厂 得不偿失 对 的确 你不断的伤害了别人 以为围堵中国大陆 但是刚刚华尔例子就告诉 你不会被打倒 反而你伤害了自己吗 谢谢大家收看 共两款 即可入手 请上快点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我是演歌新人歌手